近来会缓和两国边境地区局势 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保持密切沟通 6月6日 两国边防部队举行军长级会晤 就缓和边境地区局势达成重要共识 但令人震惊的是 6月15日 印方部队严重违反双方共识 越线非法活动 并对中方人员进行挑衅 攻击 导致双方边防部队发生严重肢体冲突 造成人员伤亡 中方已就此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 在此郑重要求印方 切实按照有关共识精神 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不得越线活动 不得挑衅姿势 不得采取任何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 中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有关问题 为缓和边境地区局势 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 做出努力 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 就解决有关问题进行密切沟通 ен马的那种 吉黄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